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很簡單 就像小學生的手冊寫著做什麼功課 共產黨吩咐去做 林鄭月娥鋪排路 說什麼四叔拿地出來 免補地價 建一些樓給年輕人上樓 真是假的 然後又說拿地出來放一些貨櫃 解決劏房問題 總之說來說去沒有實際 總之用口說過 大家好像說地產商都不錯 地產商拿著地 覺得沒用都拿出來 其實我告訴你們是傻的 很多地產商拿著的農地 或者所謂的棕地 即是不能夠拿來做其他用途的政府地 買地的時候非常便宜 這塊地現在用不了 它要用呢 如果用自己的錢 是要用很多才博到水 博到電 博路 博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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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博到電 博到電 即是有時間搞 第二 不是可以隨便博 是政府給你博才博 所以其實林鄭月娥用這個方法 就是他們沒有用 改劃改劃之後又用政府的公帑 幫他搞好大地 然後三成建資助房屋 不是全部公屋 用現在的說法 是吧 即是可能有陸志居那些東西 即是跟地產商打同通 即是地產商是這個 難銅、難鐵變黃金 是吧 本身沒有用的地 只是在那裡咬的 為何會這樣做 因為大陸財團來香港最缺乏地 如果將這些地活化了 即是無緣無故多了地 那些地是可以用來變錢的 那大陸的共產黨那些 紅色財團下來的時候 成本就不用那麼貴 林鄭月娥是什麼呢 就是一來就是那777票裡面 有很多地產商要還錢 就是政治酬傭 二來共產黨就叫他 這個難銅、難鐵、當黃金 那就一拍即合 你看看他怎樣做 是吧 所以林鄭月娥是沒有一個 現在水深火熱 沒有地方住的人 嚴重 我沒有說 非常小的 現在水深火 好像在那裡 或是 而且水深火 就算了 我沒有說 這次 聽話 說 要儘快 有 是 說 從 天